穿白色衣服的男子 左看看右看看 因为没车准备过马路 这时号制闪着黄灯 他惊险闪过第一辆红色轿车 继续往前走 下一秒就遭对象 机车司机一面撞击 当场抛飞 抢救五天后还是宣告不至 撞的整个人都 因为那机车速度也蛮快的 那就撞的整个人都飞起 几十公尺 事发在12号凌晨5点 新北三重中校路一段 实际观察这里是闪红 闪黄灯路口 民众多半贪图方便 没有按行人穿越纽 直接穿越马路 这回66岁谢姓死者 还是一名牙医师 职业37年和太太合开诊所 女儿今年生孩子 她准备当外公 早起运动却被司机撞飞 抢救五天宣告死亡 闯祸小红驾驶 则被吊销职业驾照 依过时致死罪 已送这半 先生在这附近算 大家都 就是人很客气 她女儿也是这几年结婚 然后开始准备当外公 所以这件事情 都对他们家属而言 来得很突然 谢谢死者 平时和邻居互动热络 也替诊所拍摄宣传影片 宣导口腔保健知识 产间出门却遇上死结 邻居间都很不舍 希望公家单位把这个路口 改为一般号制 确保类似意外不再发生 华日新闻洋人对陆雨昕 新美报道 哈喽 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日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